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板一直都很希望你们过来打球 小姐 小姐 董事长的电话 喂 又相亲 爸 我能不去吗 估计都出去了 您家儿子也不错 海归派都是 你现在是不错了 长阿姨 长叔叔 我有话想要说 就是那个现阶段呢 我还在上学我并不想要交男朋友 如果你们想要找个门当户对的儿媳妇 那我肯定不合适 再说了 你们二者这么好的条件 肯定能找到一个很好的女朋友 对吧 那个 失礼之处 请两位长辈多多包 好 这杯酒我就尽量回长辈了 爸 您上菜了吗 我肚子饿了 爸 这么多年了 你安排要控制我的一切 现在你要控制我的爱情 我的婚姻 你把我当什么了 一个你可以随意玩弄 和安排的玩偶吗 为什么我就不能有自己的思想 我不能有自己的爱情 为什么什么都要你来安排呢 我说你哪来那么多乱七八八的想法 跟你妈当年一样 简直是莫名其妙 爸 我真的很不理解 妈 她怎么了 她怎么莫名其妙了 你妈当年就是幼稚 和你现在一样 听不清一点意见 为什么你就是这么不明白 我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我不是一个花瓶跟摆设 我要有我自己的生活 站住 我告诉你 你离开了这个家 离开了我 你的生活就一团糟 就算是一团糟 那也是我自己的选择 爸 我告诉你 这个家我一分钟都不想待下去 好 你想清楚 你离开这个家 你在外面就得自生自命 我不会给你一毛钱 当年妈离开的时候 你说的也是同样句话吗 你放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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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现在怎么还好 요즘失望 来 你也 Sao 都计算了 还有天这次 是 喂 坤哥 今天导演来了 本演说要见你了 现在去见导演 可是我一会儿还有事 去不了 你想不想上这戏了吗 不是 不是 一会儿到了 一会儿 喂 坤哥 喂 紫妍 这个大小姐 是不是等不及自己先打车回去了 师父 爱时已知 远方的家 迁着我的心跳 天心梦笑 neighbour 遥远的它 是否会给我一个拥抱 当我聪明的世界里路过 一样的声音 一样的声音 一样的太年轻 画出青涩的痕迹 也许是不愿意我 渐渐消失的背影 回首才发现 你已不在这里 我先去跳舞啊 好 你这歌真好听啊 是不是你自己写的 那个 你能不能借我你手机用一下 我手机没电了 我那个 谢谢啊 谢谢 这么晚了还不回去啊 我朋友说他会来接我的 你不是准备要收工了吗 别打扰我 我就放心 好 这是 咱乐 啊 咱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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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好好听啊 喂 你的衣服 留给你了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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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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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阮姐姐 几点了现在 你该起床了吧 你呀 周晚上放我鸽子 还我白白等你一个晚上 你可把我给害惨了 不靠谱 你可别冤了我 昨天晚上我明明就去车站 接你了 数以示集手机关机 人又不知道跑去哪里 再说了 我现在可是要以大局为重 我还能抽出时间来去接你 就说明咱们的关系 可以同一班啦 你也太伟大了吧 别生气了嘛 等我拿了篇球以后 我请你吃大餐啦 好呀好呀 我等我等下辈子吧 喂 王导啊 你昨天喝得好吗 我都喝多了 我多叫你呀 对了王导 我想问一下 我什么时候可以去试装啊 我 老公 你吃了吗 此次 找你 weiter 来 你吃了我的肩膝 你看吗 你吃了吗 我把肩膝胀拆掉了 想到你了 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就是 那个不知道学校 还有没有勤工俭学的岗位啊 你要勤工俭学 姐啊 你参加的是文科经济班的学习 不选进去医学 一般来讲 学校的勤工俭学 是楼给教授生意 era 怎么了 是不会查理出来什么问题 其实我不想再依靠我的父亲 所以我真的很想找一份工作 那好 我跟沙方商量一下 看有没有合适你的岗位 谢谢你啊 王老师 谢谢啊 不用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还说不是你的白马王子 那你干嘛要一直找他 要把衣服还给他 你真的不要乱说 他真的不是我的白马王子 人家只是在我最困难的时候 帮了我一把 那我只是想方便感谢他 好了 到那边去来找找看吧 来 歌唱得好不好你说的算 那这形象我错了 就凭这张眼 好像贪心在闪烁 我都快被你累死了 大小姐 找了那么久 爸 我脚上都磨出水泡了 好痛啊 奇了怪了 他明明就在附近表演的啊 怎么让人就不见得呢 也许他今天有事了 他也有可能 他找到女朋友了 我继续找工作 你真要找工作啊 对啊 但现在找工作太难了 你有好介绍没 就是说啊 我到这个学校来学习 本来就是为了要实现我的梦想 这么长时间了 你见我找过一哥像样的工作了 点归像样的戏了吗 不行 我还是要跟王老师说说 勤工俭学的事 喂 王导 是不是通知我试装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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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你怎么这么早起啊 过几天时装 我就到剧组住了 真的呀 这么好 那 派我一起去吧 你去干什么 剧组不是你想的那样 别瞎操 我求求你了 现在找工作真的太难了 你带我去体验体验剧组生活吧 都说了不行了 你带我去 软软 来来来 里边进 走 王导 这位是软软的朋友 导演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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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来来 坐坐坐坐 哎 王导 我好朋友勤工俭学 想要面试角色 所以我带他来了 好啊 好啊 形象不错 也有气质 不知道戏演得怎么样 那这样吧 咱们试试戏吧 哎 对 软软 上次你走得急 你的那个剧本的事 我还没讨论完呢 哥 不好意思 我朋友不是学表演的 再说我们还有事 先走了 哎 哎 别啊 软软 来来来 别啊 软软 来来来 我们去探讨 哎 别走吧 喂 你干嘛呢 你干嘛呀你 走 哎 哎 别啊 哎 别啊 软软 哎 我没话好好说 这句话怎么办 你别跟我来 回来 走 哎 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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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不可以把事情弄大了 舅舅 我给你 我喝了喝点 我喝了喝点 错 我给你 看你 四吹三 你看 唤醒了 那个 这怎么那个 那这么巧 啊 那么巧啊 无怜心口 除了寂寞 还有 感动 心疏每次奔波 好像繁星在闪烁 远方的家 牵着我的心跳路 方子言 长小 你怎么站这儿啊 我怎么不能在这儿 上次还是因为你才会训练 你们怎么认识啊 我认识你 我又不认识你 你可能认识 你不认识我没关系啊 但是我知道 你今天干了一些 准备的事情 气势出了 但是工作也丢了 我认识你 再见 我认识他了 他 他是我同学 叫我嘎 嘎 你还没告诉我 你们怎么认识他 但是我们什么样 啊 喂 傻手车你 再说他是我老爸的暗门 你一定要想他 开个玩笑都不行吗 牵着我的心躺动 走 干嘛呢 过去踢上 干嘛呀你 快跑 严肃的 在酒吧寻寻滋事 做错了吗 知道了 以后还敢不敢了 不敢了 共同承担酒吧的经济损失 有问题没 没问题 跟我出去做个笔录 这事就这么了了 明白吗 明白了 leftover 知道了吗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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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时候她该去SPA了 什么时候要和闺蜜喝下午茶 这些她早上来的时候 都会告诉你 或者她约好了之后 会打电话第一时间跟着你 不管是中午十二点 还是凌晨两点 你都要把老板的行程 记录在她的日程点上 不能出错 我再强调一遍 我再强调一遍 不能出错 新儿姐 老板正在上楼了 我知道了 看你的了 放心吧 我一定会好好做的 肯定不会出错的 老板您好 我是你新来的实习助理 我叫紫燕 今天我负责的是 几点钟叫所有人到我办公室开会 中午的时候帮我回家餐厅 我要离公司最近的东南亚 十二点半点的时候 对了 对了 你可以叫我杰森 杰森 杰森 哦 差点忘了说了 下午三点的时候 带我的开心去做个斯巴 要最好的那种 好吗 两个空间之后是月洞广场 记得看一看那边有没有好吃的 冻蛋药餐厅 哦 对了 刚刚老百师子让你叫她解释了 对 千万不要叫她解释 一定要叫老板 哦 哎 等等 许子姐 那个我想问问 那个 开始是什么呀 开始是老板的宠物狗 什么 宠物狗 Sherry 我进去了 记得把餐厅订了 哦 紫妍 谢谢 今天吹的什么风啊 这么好请我吃饭 就是想找你聊聊天呗 哎 杂志社的工作怎么样 还习惯吗 嗯 还行吧 就挺有挑战的 我可是听说 你们的老板杰森 挺难伺候的 嗯 哎 不过我有信心 可以应付他 我相信你 谢谢 上一次 你是不是离家出走了 你放死 原来是这样 那 你就没有一点看上我 对我一点兴趣都没有吗 说什么呢 这边的菜味道不错 尝一尝 谢谢 来吧 开动 好不客气 饿死了 哎 对了 你跟我说说你好朋友吧 哪个好朋友 你还有哪位好朋友啊 就摩卡 啊 那 你想知道他什么 什么都行 你就随便说说吧 他的身世 其实挺坎哥的 为什么呀 是因为他的妈妈 患有家族遗传病 病情事好失败 很多年了 疼 现在收入 必须多年了 该考虑 找你朋友 妈 妈 好 会的 妈 总是哄我啊 会的 会的 都不知说了多少遍了 妈呀 是非要让你 找个女朋友 妈是想在永生之年 看到你过上一个 安稳的日子 妈 儿子 妈的日子 不懂妈了 妈 妈 别再说 从那以后 摩卡就开始拼命地打工赚钱 可是 他妈妈的病情 也是一天一天的病 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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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谁说要给他打电话 你不是要给他打电话 那么就是我想给他打电话 你不喜欢他 我喜欢 别别别别 我打我打 我那就是觉得那件衣服我不还给他 我心里不舒服 你熬什么 正好回来了 阿姨你来了 我给我妈买草饭去 阿姨 这钱你喝了 不用 不用 没做事 阿姨 就别跟我客气了 以前我赚不动 我现在能赚了 这个钱就当我孝敬你的 还是吧 别做事了 终于考过了一科 可以放松下来好好玩一下 软软 你要不要再去别的剧组 看有没有别的剧组 我差点忘了告诉人家 特别解气的事 什么呀 那个王导啊 他被人告发 投资方把他开除了 设置组 现在要重组人马 重新开机 我的角色呀 不是 真的呀 我说这就是老天开眼睛啊 他什么王导 简直是乌龟王八蛋 就是个大混蛋 哎 那你真的要进去哪 嗯 所以这两天 我要把学校的事情带你出来一下 谁呀 你的摩卡 快接 喂 现在 方便呀 可以呀 嗯 好嘞 拜拜 装什么装啊你 明明很想去 我哪好想去 你看你的装 赶紧走了 坐我女朋友吧 坐 坐我女朋友吧 坐 坐我女朋友吧 什么 这么直接 不太好吧 你别误会他 我说错了 是冒充我女朋友吧 哎 也不是 是我现在想要个女朋友 我妈想见见我的女朋友 我妈有家族遗传病 现在一直躺在医院 卧床不起 可能时日不多了吧 所以 我答应你 姐 你真的要 你真的要假扮摩卡的女朋友 去见他妈妈呀 嗯 哎 你说啊 摩卡他想要帮他妈妈完成他临死前的心愿 找我去当他女朋友 那我算起来 也是干了件好事啊 我看 未必吧 虽然呢 帮他忙是一件好事 但这怎么说也是骗人呢 按我说呀 倒不如 你就真的做他女朋友好了 反正呢 你是喜欢他的 那什么呢 说什么呢 才没有 骗子啊 我没有 我没有 好 让我们的大小姐做这样一件事情呢 确实不太合适哈 那么就让我来为你冲锋献证好了 你冲锋献证 你冲锋献证 我没有 你红了 我没有 让我看一下 我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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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ểm搞啊 virtuous 你怎么来了 昨天晚上怎么也要听我唱歌 你怎么来了 没事 我昨天加班哪 希望今天晚上能见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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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妍 感谢这段时间你对我妈的照顾 她看到你之后 高兴了很多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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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孩子 小卡 来 有这样的好孩子 我就放心了 谢谢观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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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差点以为今天是语音节 不过想想你应该没那么淘气 我去试试来了 嘉姐 回国这么多年 我给你打过多少次电话 貌似你今天才第一次回我吧 好吧 老同学 老同学 今天为什么约我出来 我希望我会是单纯的需求吧 嘉姐 别开玩笑了 你三家卡士旦名人 我是个除教书的 我告白不起 你这样说就不对了 我们都是有过失败婚姻的人 其实大家在一起有感觉就可以了 有什么高攀不高攀呢 我们还是别讨讨论这个话题了 好了老同学 那你想说什么 是不是喜欢用玛雅扎机身的人 找你组织 你怎么知道的 她是我的学生 也是你最好的闺蜜 约门溜溜溜 难怪我觉得 有种似曾相似的感觉 其实我已经答应她做专访了 但我觉得这个女孩子 是坦率机智 有夜梦年轻时候的那种日子 我们今天就不要这个了 你想问什么随便问 我都可以告诉你 那 我不跟你客气了 沈女士 但在我访问你之前 我可不可以问你几个无关的问题啊 你问吧 为什么你会愿意接受我的采访 我就知道你会问这个 不过我不想回答 你自己去找答案吧 是因为王老师吗 怎么这么说呢 说实话吧 一开始我接到你愿意接受我的采访 我真的很惊讶 可是我一直想不明白 后来我上网查了一下 沈女士你的简历 你是剑桥大学的高材生 而且你的本科还是本地所名牌大学 有意思 然后呢 然后我在你的校友群里看到了一张照片 看到了你们校友联谊活动的合影 我看见了一个很熟悉的人 看了紫园说得不错 你不但聪明还很有头脑 跟你妈妈一样 是不是还有什么事呢 嗯 那个 其实是这样的 我呢 这里有一张展示 我知道你是特别出名的音乐人 我希望你能够听一听 也给点意见 这也是采访的内容吗 不不不 不是的 其实这个是我的一个朋友 他自己作词作曲自己演唱的demo 对不起啊 我知道我不应该这样公事不分 可是我真的希望你能够听一听 也给年轻人一个机会 对吧 这个年轻人跟你什么关系啊 他 他是我男朋友 男朋友 难怪咯 不过你知道吗 如果我跟杂志社说 你对我有这样的要求的话 你不但帮不了他 你自己也会被解雇的 我知道 我知道我这样做后果会很严重 可是他真的很有才华 他也很热爱音乐 如果是我向你推荐他我被解雇了 那我也没有什么好遗憾的了 看来你男朋友真的很幸运 有你这样的女孩子愿意为他牺牲 看来你真的很爱他 好吧 爱情是美好的 也令人羡慕 这个demo我就收下 我会听的 谢谢啊 太谢谢你了 先别谢得太早 如果真的不行的话 我也不会手下留情灯 嗯 在等谁呢 来了 陪我走走吧 好啊 怎么了 心情不好啊 是啊 我把我所有的积蓄 拿去录音棚做了小样 送到唱片公司 结果啊 被人家无情地扔进了垃圾桶 你说我心情能好吗 那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呗 什么好消息啊 你知道谁是沈佳姐吗 知道啊 今天我给她采访的时候 我给她你的弹幕了 她答应我说 她会听听的 开心不 好啊 子言 我真的太感谢你为我做的一切了 海夜冷藏 似义吹散了美梦 唤醒了 浮浮沉沉的我 我 无裂青空 除了寂寞 还有 感动 心疏每次奔波 好像繁星在穿索 若日方的家 牵着我的心条路 提醒你梦想不回忆我 遥远的她 是否会给我一个拥抱 当我聪明的世界里路过 也要我生命 也要我旋律 一样的太年轻 画出金色的痕迹 也许是无缘你梦 渐渐消失的背影 回首才发现 你已不在这里 远方的家 牵着我的心逃动 提醒我梦想不回忆我 我的天呐 紫妍同学 沈家杰那么难搞的人你都把它搞定了 这事让我太紧张了 老板 你再表扬我啊 当然了 你快告诉我 你是怎么搞定他的 没什么呀 就是因为我们杂志事容易啊 讨厌 你这么会说话 我越来越喜欢你了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从今天开始啊 你的实习期结束了 真的呀 谢谢老板 谢谢 不用谢了 去忙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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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开 谢谢 不要开 谢谢 为了庆祝我们的著名歌星摩卡 首张音乐大碟 星空完美发行 所以呢 我决定 请大家出海游玩 莫卡先生 两位美女怎么样 赶紧笑诚 走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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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直到路 我们把他丢掉了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请 今天就让我们来到了这里 我们就把选手推向海吧 好 我们是兄弟吗 你先跳我就跳 不要 来吧 我们是不是兄弟 你先跳我就跳 加油 加油 你们 你们 你们俩是个技术 你们俩是个技术 好了好了 我后可了 快点快点 我帮你 我帮你 拉我一把 你们俩就上来了啊 看着你 什么 就爽 你怎么知道 没有 海豚 不知道 没有呢 有海豚 海豚 有海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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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agons 哈喽你 不管 我真的好替你开心啊 你终于都梦想成真 成的大明星了 子言 在我最终音乐的道路上 一直有你的朋友 我今天都有这样的成绩 全是因为有你 谢谢你 说什么呢 瓦卡 告诉你啊 从现在开始 你的梦想 就是我的梦想 我有了你之后 其实做不做明星 对我来说都不重要了 因为 我爱你 我来说是吗 我看你 你知道我 有什么事 我对你 我应该是 你 谢谢 嗯 你有心事啊 没有没有没有 对了 这么长时间以来 一直没有机会好好谢谢你 谢谢你 安排我进剧组 干杯 拍戏一直都是你的梦想 嗯 这是好事 嗯 是好事 尤其是我听说那个色狼王导 是好被人告发了 被剧组开除了 你不知道我多结气呢 那个新王的导演 他根本就不是什么著名的导演 只不过是些野鹿子 还好你发心得早 就不是什么 也不知道 你最好 我真的想要去迫 我真的想要去迫 你 我真的想要去迫 我真的想要去迫 你 我真的想要去迫 我真的想要去迫 你 你真的想要去迫 我真的想要去迫 不知道怎么样呢 原来你做这些事情 是为了子言 那个摩卡是我的兄弟 子言又是他女朋友 所以我 我关心一下也是应该的嘛 来 来 谢谢大家 最後一 bit 被人給你抽一下 isi 被人送給我 或的是阿蘇 我希望你不是了 你終於的再後來 你是不是跟她不可等 再給我 阿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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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想太多了 衣服是我妈妈换的 早餐她也准备好了 我还有事 那我先走了 对了 一个女孩子 还是少喝点酒好 请问你已经签约了 小佳琪的音乐工作室了吗 你的下一步计划是什么 是的 我现在已经签约了 沈总的音乐工作室 至于下一步的计划 暂时还不方便透露 请问你有女朋友吗 你的女朋友是圈内人吗 不好意思 我们还有通告 来来 这边 莫菠 莫菠 来 让一下 不好意思 莫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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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莫菠那么红 星空都蝉联几周上榜了 她现在还对外宣称 自己没有女朋友 是钻石王老五 真不知道有多少女粉丝 想跟她发生假声吗 我了解她 莫菠绝对不是那种人 再说了 她现在走的是偶像歌手的路线 不能有绯闻 很正常 你现在是专业余悸 我说不过你 反正 你放心就行 算了 别说我了 你跟长小 发展的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长小是一个 没有瑕疵的富二代 她这种条件 是打着灯笼都难找的 我呢 曾经犯过很多错 我总觉得自己配不上她 其实我尝试跟她告白了 但是失败了 软软 事在人为嘛 何况每个人都有她的过去啊 姐妹 勇敢点 主动点 或许她会爱上你呢 人家有喜欢的人吗 她有喜欢的人 谁啊 喂 你说什么 叔叔 你的钱我是不会再要的 上次的钱 我会想办法还你的 摩卡 我觉得这钱你还是收下的 这是你应得的 况且这件事情 已经进行一大半了 救生最后一步 那就是和子言分手 你要让她知道 这外面的世界 不是她想象的那样 你跟她所有一切的一切 那都是我不安排的 为了钱 人不为钱 天主地灭啊 为了钱 为了钱 所以你欺骗她 叔叔 你说的 我可以 有了 年轻人的就是冲动 冲动是魔鬼啊 雪 雪 好 你真的已经弄清楚她了吗 我知道你可以为了她牺牲一切 既然你那么喜欢她 怎么可能相信她会不爱你呢 如果没有弄清楚的话 你会后悔的 我跟子愿就是因为误会 所以没有在一起 isto 莫卡 怎么了 好了 摩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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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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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宽缓 水 开门 破口 我看 你真的要我这儿 知道看你夜吗 我和你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你对一个普通我都做不出来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恨心啊 我跟你在一起都是因为钱 你听明白了吗 别再来烦恼了 你怎么会这样的 你知道吗 你怎么没来 我再来 你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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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办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我怎么办 你怎么回事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你要这样子 为什么 说吧 到底因为什么原因 子言她那么爱你 你不知道吗 今天如果你不说清楚 我是不会放过你的 你以为不我想吗 伤害她比伤害我自己更痛苦 你知道吗 我是为她好 哼 为她好 你夸她是说的光面堂皇 啊 在你最穷困潦倒的时候 是谁陪着你 是谁帮着你 你现在红了 飞黄疼大了 你竟然这么对她 你知不知道子言很痛苦 我敢 我敢 我爱你 我敢 我爱你 你已经连着公子干个月了 你确定不要休息一下吗 我这么做 难道不开心吗 外面的粉丝都在为你欢呼 你这些都是值得的 我敢 我敢 我爱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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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先走 走 我要爱你的 LAUGHTER 轻角 ella 也要是你 小冬 journalist 像夜晚风 事已催生了美梦 唤醒了 grupp着 should I 午夜星空 除了寂寞还有感动 西厨每次奔波 好像繁星在闪烁 远方的家 牵着我的心跳动 提醒我 梦想不会陨落 遥远的她 是否会给我一个 我一个拥抱 让我聪明的世界里路过 一样的声音 一样的旋律 一样的太年轻 画出青涩的痕迹 也许是不愿意我 渐渐消失的背影 回首才发现 你已不在这里 远方的家 牵着我的心跳动 提醒我 梦想不会陨落 没有时间在等我 我不想拖累你 是否会给我一个拥抱 让我聪明的世界里路过 一样的声音 一样的旋律 一样的太年轻 画出青涩的痕迹 她的家 牵着我的心跳动 也许是不愿意我 渐渐消失的背影 回首才发现 你已不在这里 一样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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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样的旋律 一样的太年轻 画出青涩的痕迹 也许是不愿意我 渐渐消失的背影 也许是不愿意我 渐渐消失的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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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首才发现 你已不在这里 你已不在这里 一样的声音 一样的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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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年轻 画出青涩的痕迹 也许是不愿意我 渐渐消失的背影 回首才发现 你已不在这里 一样的声音 一样的回音 一样的旋律 靠着你温暖入心 也许错过了风景 渐渐模糊的足迹 轻一点怀疑 我一直在这里 我一直在这里 要跟不在这里 自掩 对不起啊 什么都不要说了 我就结婚吧 海底冷风 似已吹散梅 唤醒了复复沉沉的我 无恋星空除了寂寞还有感动 心疏每次奔波好像繁星在闪烁 远方的家牵着我的心条路 天心里梦想不回忆我 遥远的她是否会给我一个拥抱 当我聪明的世界里路过 一样的声音 一样的旋律 一样的太年轻 画出青涩的痕迹 也许是不愿意我 渐渐消失的背影 回首才发现你已不在这里 远方的家牵着我的心逃动 提醒我梦想不会晕落 遥远的她是否会给我一个拥抱 当我聪明的世界里路过 一样的声音 一样的旋律 一样的旋律 一样的太年轻 画出青涩的痕迹 也许是不愿意我 渐渐消失的背影 回首才发现你已不在这里 一样的旋律 一样的声音 一样的旋律 说是俊逸 现在的我不会 不会再为了失恋 放弃自己的爱情与家庭 季燕 爱的心空下 与幸福的秘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Zither Harp 海夜冷风似意吹散了眉梦 唤醒了浮浮沉沉的我 无略星空 除了寂寞 还有感动 心疏每次奔波 好像繁星在闪烁 远方的家 牵着我的心条路 天心梦 梦想不会晕落 遥远的她 是否会给我一个拥抱 当我聪明的世界里路过 一样的声音 一样的旋律 一样的太年轻 画出金色的痕迹 也许是不愿意我 渐渐消失的背影 回首才发现 你已不在这里 我回来 喂 巴黎 你已经办法非常顺利 对我提前回来咯 你起床了吗 快到了 那你快进来吧 宝贝 快点起床了 快点起床 赶紧给我进去 我老公回来了 衣服衣服 预备 我到达她 可是我只能在身头 你醒的 你醒我 你醒我 我来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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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 老公 老公 老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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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谁呀 发展我 不是你是我来的吗 你谁呀 发展我 再发展我 帮你了 发展我 不要 为什么要离婚 为什么 还用我来回答呢 我为了你们三个 我像佣人一样 我忙里忙外忙前忙后 我自己的事业都没有了 不知道我做错什么了 你告诉我行吗 谁照的 是不是你做的 是我不过 我这个人是我学弟 我们是 我不想听您解释 我们是清白的 我真的什么都没有 你 出轨 你让我当你忙哪儿歌 我们是清白的 你给我闭嘴 何静静 你给我冲来 姐 妈的 你敢瞧我女朋友的老公 别动手啊 别动手啊 你干嘛啊 别动手啊 別动手啊 别动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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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老公 老公起来了 迟到了 老公 来 小宝 快点起床了 迟到了 迟到了 来 快起床 真乖 你先把草草进去 好了 来喽 妈 今天星期六 带我去学校干嘛 我今天又把卡刷爆了 我知道 可是 可是我才买了两个包包 还没有过瘾啊 那怎么办 所以我打算吃意大利 什么意大利电影节 下桌在罗马 有一个时装发布会 很多设计师都会到场 我们是视频网站 当然是要做原创视频咯 对不起打扰了 我们是时装大嘴巴的记者 正在做一个恋爱保质期的调查 请问两位 你们结婚了吗 我不认识他 啊 啊 啊 明白 我们拍张照片吧 来来来 靠近一些 收影师过来 准备拍照了 我真的不认识他 不要紧 不要紧 看镜头 看镜头 一 二 放松 转身 调匀呼吸 身体向前延伸 慢慢地回过身 身体向上延伸 抬起双手 慢慢地落下来 见货敢勾引我老公 你不打听一下我是谁 记着 这次是耳光 下次是硫酸啊 长点眼镜 你说梅云这次是不是把事闹大了 会不会闹出人命啊 梅云真的没事 如果她真的有事的话 肯定会抱着我们哭的 嗨 你们好 我是何静婷 我刚刚报名参加了你们的瑜伽班 现在正要选两身瑜伽服呢 有什么推荐吗 皮尔瑜伽不错啊 还给梁申定做的啊 别听她的 她是个纯粹的富二代大小姐 买东西只买最贵的 这种东西其实上网买最划算 是吗 网上什么都有 吃的 用的 还有家用电器 下次你想买什么告诉我 咱们可以一起团购 杀价到底 好啊 谢谢 那你们先聊 不打扰了 拜拜 我谈谈朋友了 他是个台湾人 身材特别好 生意还超级性感 我这次是认真的 我知道你每次都是认真的 但是我得提醒你 你应该一开始打扮得朴素点 别太快让她知道你的身份 我说都几分钟了 二十八分钟了 二十八分钟了 你有戏 一个女人啊 如果她不想和你交往 她就不会迟到 你觉得我要打给她吗 我气死你 大姐 千万不要表现出你很在意她 爱来不来 你说那女的是干嘛的 卖包 包 对吧 好 不好意思 我迟到了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 那我们走吧 好 走 看什么看啊 你想吃什么 老公 恭喜你得了年度优秀设计奖 我做了好多的菜 等你回来一起庆祝 早点回来啊 巴黎 嘿 你有去过一家门口有封车的咖啡馆吗 我去过啊 我去过啊 去年夏天 我坐在那里等我一个朋友 没想到 坐我旁边的咖啡馆 竟然是Woodie Allen Woodie谁 她也在视频网站工作吗 她是美国的电影导演 同时也是全世界最好的编剧 我的梦想就是成为像Woodie Allen那样的人 每年带着我心爱的人 一起去旅游 等我们老的时候 刚好可以环游世界一周 你对你的爱人还挺浪漫的吗 沈巴黎小姐 你愿意陪我一起环游世界吗 妈妈 我饿了 爸爸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啊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存在服务区 请稍后再拨 对不起 订阅 现在已经晚了 爸爸还在工作 咱们三个先吃好不好啊 来 你先给我的小棒 你怎么还没睡觉 你怎么不回我电话 公司不是得了个奖吗 大家庆祝一下 吃饭的餐厅在地下 手机信号一点都没有 我做了那么多菜 现在全剩了 对啊 孩子们都睡了吗 现在都几点了 早睡了 咱俩也睡吧 你先去睡吧 我还要发几个邮件 你先去睡吧 你先去睡吧 我还要发几个邮件 好 好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巴黎 我跟你说一件事 这是我的第一次 真的假的 当然是真的 这种两个秘密 你千万不能连述 好 你可以试那件条纹的 是帮老公买吗 我帮我弟弟买 胖吗或者是受高型 跟你差不多高 然后比较瘦 肩膀没你那么宽 条纹的比较好搭 而且还可以盖住很多缺点 买那么多菜 平时都是我做饭 那晚上有时间吗 好 去我家 我帮你做饭吃 太直接了 不过还是挺帅的 丁佳兰 芝加哥大学02届建筑系的 我去艾瑞克05届的 你的学弟 你对我 就一点印象都没有吗 没关系 我刚从美国回来 刚在商场看到你 觉得挺像你的 就跟了过来 你现在 在哪儿工作 我和我老公开了一家 建筑设计公司 我也开了一家设计公司 有空过来看看 你怎么买条纹成衣 我穿着不好看 条纹显年轻 老公 假如我一直工作 是不是也会是一名 优秀的女建筑师 应该是吧 那我想不回公司 再做设计 行吗 你这么久不回公司了 你要突然回去的话 别人还以为公司 出了什么事情 睡觉吧 老公 新买的内衣 喜欢吗 明天还要开会呢 睡觉吧 每次都是这个理由 都半年了 有那么久吗 好吧 她叫Halina 是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蝴蝶 她的翅膀颜色可以从深蓝色变成浅蓝色 因此人们也称她为月光女神 也象征着最甜蜜的爱情 据说这种蝴蝶现在全中国只剩下四只 现在我要送给我的月光女神了 这就是你给我的订婚礼物 我也把它送给你 这是我在一半上找了很久的 就是你说过之前那叫什么 无敌什么戴过的那一副眼镜 谢谢你们来 谢谢 谢谢你 谢谢你 谢谢你能来 你看到梅云了吗 梅云啊她手机坏了 而且租的地方好险也坏了 她是不是被王太太追杀了 亲爱的 亲爱的 你终于出现了 我想死你了 你刚行 刚行 我这个婚终于没有白定 宝贝 我刚才来的时候 看了好多帅哥无脸痛夫呢 你现在也是有主的花了 我看见什么了啊 你是结婚了吗 正是领了 但是我们还没打算办事呢 至少请我们吃顿饭吧 你就值得去 大事 她们怎么是要那么开心 就要像买到打一折的名牌一样 她们呢 是把整个公司都收购了 请问你是巴黎的朋友吗 那你要不要换一代 要不要换一代 对 那我的影片 要换换一代 我是她们的朋友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们公司的主设计师 尼多 这位是嘉兰 我已经展示了你的设计 我认为是一个很好的工作 你想跟我们一起工作吗 不 我只是在训练我朋友 Erik 随时欢迎啊 我现在啊 就是个家庭主妇 像竹音里这种专业术语 我都快忘光了 不合适 所以你就更应该马上开始 是 你去试试这件 这个 行啊 去嘛 去嘛 试一下 好看 包装好看 好看吗 你说你穿这套衣服 是去买菜还是去喂奶啊 我有一个师弟 新开了一家建筑师事务所 想邀请我去做兼职 我考虑着呢 你说我要不要去啊 你觉得你老公会有什么事吗 不会吧 天 那就去 是 真漂亮 咱们得赶快给她找一个男朋友 要不然也太可惜了吧 来了 菜齐了啊 不过好像有点咸 考虑到这时候五年来第一次下厨 你不会太挑剔吧 怎么会 两杯 来 两杯 下个礼拜啊 我要去一趟日本 有个小学馆要开会 怎么样 陪我一块去 你不是很喜欢那个芝田月儿吗 他要请我们吃饭呢 真的 小鹿 我回来住几天 可以吗 当然可以啊 这是你家啊 来 一块儿吃饭吧 别不事先打个电话 你妈知道你回来吗 你跟她说一说吧 来 多吃点 谢谢 谢谢 我表弟是一个非常老实的人 而且据我所知 这应该是他第一次诊事相亲 但是我是真的不想找男朋友 疯了 那女人没有男朋友日子怎么过 这是我弟的爹 我还没见上呢 我这几天天天天在厕所等你啊 我叫小姐 你今天晚上已经去了三十多次了 厕所里有美女等你啊 我现在只去女生比较少的酒吧 你们俩在说什么啊 你们俩在说什么啊 何静婷 邓旭 你们俩慢慢聊 等我一下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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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一直在找你 我现在知道了 你叫静婷 你找我干嘛 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第一眼看见你 我就喜欢上你 你不要以为我在厕所见过你 就要对你负责任 这样吧 吃块蛋糕再走 我做提安米苏相当好吃 不好意思 我正在减肥 等下回见面的时候 我给你做建仪提安米苏 保证不长胖 最好永远不要再见了 我正在家酒吧女生比较少 小陆明年就要高考了 压力很大 所以你要多迁就点她 这次啊 就不要跟我去日本了 留下来帮我陪陪小陆 好吗 那像这一种就是我们最新的建筑趋势 我们看一下怎么样 这个可以再跟进一下 喂 你好 嗯 好 谢谢 Eric 幼儿园的交标会 Eric 嗨 请坐 爸 看什么呢你啊 你也选小孩啊 我 我就是路过 你干吗 过来退销啊 我们店负责这家幼儿园的点心很多年了 第一代小顾客现在会胖妞儿已经 缺什么呀 我就是小顾客 这就是我母校 我就在这儿学会胖妞儿的 那你真应该把学费收回来 你想进去看吗 我把你放到小箱子再给你进去 谢谢 不用了 我跟你开玩笑呢 About A 吃蛋糕啊小朋友们 不要吃蛋糕 你快点儿不要吃蛋糕 你看你 看你 你小样 你还在你吃 妈妈 我敢打你 妈妈 我敢打你 这就是我的设计 大家 还有什么意见吗 Eric 我能说说我的想法吗 因为层高有限制 所以说如果我们采用 传统公寓的设计思路 那无论怎么节省 都一定会超出预算 我的思路是 假设我们用服饰公寓设计 那在现有的土地面积上 还可以多建一栋 当然 也是一个很粗略的想法 我也没太想清楚 孩子放学了 去吧 不好意思 再见 小宝 小宝 那大爷妈妈 回家什么都不许说哦 我回来了 爸爸 你回来了 老公 累了吧 我给你盛饭 老公 老婆 怎么了 怎么了 你今天怎么化妆了 巴黎不是刚从法国回来吗 带来一堆的化妆品 那我们俩就画着玩 怎么样啊 宝贝们过来吃饭了 快点 小宝 小宝过来吃饭了啊 你们谁要喝汤 妈 你 你喝啊 妈妈给你盛汤喝啊 小宝 过来啦 来 过来走 你不再带我去吧 你不再带我去吧 我回来了 加油 你什么事啊 你怎么想起来 你这个回来 我来 你这个回来 喂 吃吧 那我起来 来 一一下 看一看 嗨 欢迎光莹 如果跟你学做蛋糕学费多少钱 学费 跟我吃一周的晚餐吧 好啊 跟你开玩笑呢你看见脸臭呢 不过我收拾条件非常苛刻 首先得把指甲剪短 其次也是最重要的 做蛋糕的时候必须得面带微笑 为什么呀 我和梅云去的同一家健身房 同一家美容院 就连穿衣服的品牌都差不多 更何况人家还去冷过胸呢 凭什么她就是王太太 这王全民啊 把她百分之八十的财产都给了她前妻 所以才顺利脱得深 这个王全民 难道她想凭2012 感动中国时代人物吗 我还听说啊 这梅云啊专程去了趟泰国 学习床上功夫呢 难怪那天我看见她去买护士制服了 我去趟洗手间 行 不好意思啊 有病吗这人 什么人呢这是 有病吗 你这个这样做不行啊 你得你得稍微拿这个东西 轻轻地抹一点 对啊 好 嘴巴还说的话 叮咚 来来来来 不错啊 这是我目前为止做过 最丑的一个蛋糕 但是相信是你最后最好看的一个蛋糕 恭喜你 其实我很想知道 是什么让你下定决心 重新回来工作的 因为这款西装只有一套 再不买来不及了 以后你的工资 会打到这个卡上 对啊 跟我一起跳 姐姐 姐姐 你看那肚子很多肉了 看电影吧 我已经用手机订了电影票了 你烦死了又看电影啊 这是最新的电影啊 而且我等了好久 好 跟你去看看 喂 老婆 老公 我忘了手机电池 现在回去拿 你帮我送往楼下吧 现在吗 我赶你瞬间快点 我 喂 喂 老公 你电池 谢谢啊老婆 你怎么出那么多汗 我刚才帮你找电池没找着 着急 那我先走了 小心开车 你好像瘦了 最近雨下练得比较轻 多注意休息 好 老婆 老婆 你好 介绍一下 夫人 梅云 你好 这个我夫人的位置呢 王小璐的家长 对 她只说会来椅位 那能再加白椅子吧 对不起 来宾的人数是统计好的 没事 这样就行 不不不 要站也是我站 你坐 来 您看他们都说不出话来了 其实只是个粗略的构想 而且是在你方案的基础上做的改动 太坚决了 对了 对了 给你看看东西 这是我吗 这是 谁拍的 05年我入学的时候拍的 但是后来一直没有机会给你 跟现在比年轻多了 你 我 其实我 我那个时候 就已经喜欢你了 可是 你不要这样 我约老公吃饭 对不起 我先走了 我回来了 想我了吧 这丫头 老爸回来了 老爸回来了 不就是一个小车宴吗 你说的简单 我要背几盒 解函数 还得考古文吧 还得知道 辛亥革命什么时候发生的 考上大学 不就解脱了吗 你是不是想让我早点离开这儿 好不妨碍你们俩呀 你这说的什么话呀 这里就是你的家呀 你看 爸爸给你买的礼物 看你喜欢吗 这是新款的手链 看你喜欢吗 我不想要这些小孩的东西 我都多大了 我的小祖宗 那你到底想要什么呀 我想要手链 等你考上大学了 我可以给你买手链吗 小伦 喜欢吗 喜欢 谢老爸 何丁平 你跟踪我 我跟踪你 你手机放的电给我 特意还给你的 要进来吗 我上政法大学的时候 发现自己意外怀了孕 就偷偷把他生了下来 为了他我放弃了学业 找不到工作 也没有钱生活 就把他寄养在别人家里 你 我跟你们说我是律师 其实都是骗你们的 不就是未婚妈妈吗 很正常现在 邓逊 我知道你是好人 但是你相信我 咱们是不可能的 我爸爸开蛋糕店的时候 所有人都说不可能 你带他成功吗 我是坏人 我又害了你 等你学会我的手艺之后再喊我吧 你说要搬家吗 我一直想方设法地赚钱 就是为了有一天 能给多多一个像样的家 现在 我的梦想就要实现了 请问你找谁 找谁 这是我的公司 请您别无理取闹啊 丁磊 我找丁磊 你有预约吗 他是我老公 我预约什么呀 每个来这里的女人 都说是丁夫人 来 你练过 为了阿姨 你抢走别人的老公 就不怕落得同样的下场啊 那个前台是新来的 明儿啊我就把它开了 以后我来公司找你 是不是还得提前预约啊 大人不计小人过 老婆 尝尝 那今天这顿算煮光晚餐 咱们俩不是好几分在一块吃饭了吗 今天好好享受一下 看来我还得谢谢那位前台 来 老公 能不能让我去公司工作 咱不是讨论过这个问题了 你在家带孩子已经很辛苦了 咱们可以请保姆 你还敢请保姆啊 你忘了上次那个 差点把小宝啊 丢进马桶里边 是 上次这件事是个意外 丁先生 这么巧 你好 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太太佳兰 这位是邱美军 泰华地产的营销顾问 你好 你好 你太太很漂亮 要不邱小姐 咱们一起喝杯红酒 我那边有朋友 就不打扰你们两个了 好 你朋友真漂亮 是吗 是吗 你可以试试这件啊 青春靓丽 肯定会有很多男孩 什么情况 这死业啊 你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我告诉你啊 你可一定要盯紧了那个光泉女 有其女便有其父 下说什么呢你 现在的男人啊都是花花肠子 他现在每天除了工作就是加班 加班的男人才更可怕 十个加班的男人有九个会去夜店鬼混 剩下那一个吧 肯定在网上找夜情 反正我不信他干那么无聊的事 真应该注册一个试探一下 真好看 喜欢吗 那就这件吧 我送给你 我可以把我注册的账号给你啊 我可以把我注册的账号给你啊 叫爱玩的女人 你可以试试啊 讨厌你一大早就要走了 乖 没办法啊 老板只打电话叫我出差 要乖 马上回来 好 你请一个 拜拜 祝愿安全 拜拜 不许看美女啊 好 不许看美女啊 你 不许看美女啊 很不许看美女啊 你 很不许看美女啊 好 不许看美女啊 好 不许看美女啊 寶貝 我跟你說 這次辦的案子特別順利 而且啊 帶了一個驚喜給你 電話 誰啊 老八 老伯 成績出來了 好成績啊 隔進步 走吧走吧 好 好 小鹿數學考了一百一十五分 歷史上第一次 知道了 你快去休息吧 好 走吧 走吧 走 我可以把我注冊的賬號給你啊 你可以試試看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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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哥们 你这剧班太牛逼了 你给朱坚看过了吗 跟你说话呢 志浩 志浩 谁都有喝多酒的时候 我 我是跟他上床的 可这不是叶琴而已啊 而且我连他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 这 这些都是小事对不对 你知道我爱的是你啊 志浩 像汪泉民这样的成功人士 他肯定在网上有业情 他肯定在网上的一位 小姐 您这把杂志能让我看看吗 您是王伟 您是周美美 对不起 我迟到了 房间已经开好了 那 那我们上去吧 你来的时候 有没有人看到你 这次招标的幼儿园项目 是由社长亲自监督的 希望各位拿出这家方案 好 散会 爸爸 他就是丁磊 伯父 你好 你好 怎么还在这儿接着呢 我在办离婚 快了 你们公司很有实力 应该拿出最佳方案过来 放心吧伯父 一定的 他都不理我 他不接我电话 你不问我见面 你知道让我最难受的是什么吗 他都没有骂我一下 那他是当面桌奸在床的吗 刚完事了才桌到的 那肯定是不能原谅你啊 什么 我告诉你的秘密吧 你说 我前两天看见佳安老公和何静婷在一起 在床上啊 在约会 静婷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老公丁磊 这是何静婷 何小姐 你好 你好 见货呀 我去找佳兰叔 你先别冲动 调查清楚了再说行不行 你在晚上去哪儿了 跟一帮航空的朋友吃饭 喝了一百多瓶真露 睡在办公室吧 你先睡了啊 孩子们都睡了吗 两个人玩得下午了 累了 老公 这套厨柜怎么样 我想重新装下咱家厨房 我觉得这个颜色 佳安 我们离婚吧 水包你放好了 你先去洗澡 多多 多多 这个就是你妈妈 多多 这是我亲手跟你做的 可好吃了 这是草莓味的 你最喜欢了 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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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孩子的妈妈 想接走她 我们不能反对 孩子太久没见你了 多给她点时间吧 为什么要离婚了 为什么 还用我来回她 谁照的 是不是你做的 是我不管 我这个人是我学弟 我们是 不想听你解释 我们是清白的 我真的什么都没 什么 她要和佳兰离婚 为什么 上哪儿找佳兰这么好的女人 我也不知道 佳兰她也不敢说太多 肯定是那个何静婷 她跟佳兰老公 绝对有一腿 小祸 喂 你上哪儿去啊 何静婷 你给我出来 等下 妈的 你敢抢我女胖的老公 你还要不要脸精心 别动手啊 干吗 你别动手啊 别动手啊 别动手啊 别装了 有情 你别动手啊 走 对不起对不起 你好 你跟我打她 你需要什么吗 两杯咖啡 两块蛋糕 快点 千万五十块钱 谢谢 你跟我打她 阿信 您走 谢谢 你跟我打她 别打啊 别 别打啊 别打啊 爸爸 结果出来了吗 第一轮的结果已经出来了 你们和另外一家公司进入最后绝选 啊 那家公司 维度 负责人叫艾瑞克 主席团认为 维度的设计明显在意 好 如果你不想想办法 我也帮不了你 离婚的事情我没意见 但有一个条件 孩子必须归我 你是丁太太啊 你帮着情人对付自己老公 我告诉你 你现在没有资格跟我谈条件 你先把这件事给我处理好 找我有事吗 你们参加那个竞标 能不能把我的方案撤下来 为什么呀 就当帮我个忙 不是 我不明白 你不需要明白 我现在就应该在家里 当好我的家庭主妇 那太可惜了 那个设计真的很优秀 以后 我们最好还是不要见面了 是吗 你是沈巴黎阿姨吗 是 一个叔叔就要把这个给你 谁呀 他已经走了 是 是 我 是 大家停一下 有一个决定我要宣布 加蓝的设计先撤下来吧 换上安妮的设计 Eric 我已经决定了 加油安妮 天下 那你 你谁呀 再放开我 放开我 不是你拥过来的 放开我 你抱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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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养娃老是做小特儿 不是你老公 吓死我了 你放开我臭流氓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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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 我家小宝小棒呢 已经被丁先生接走了 被丁先生接走了 对 喂 你把孩子接走了 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 我带孩子玩两天 怎么了 玩什么玩儿啊 孩子得上课 他们在哪儿 把他们接回来 我告诉你 这几天 你见不到孩子了 如果我投票顺利的话 他们自然会回来的 否则 你就等我给你寄他们的照片吧 喂 喂 感谢各位同事的积极努力和配合 我们公司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下面呢我要宣布一个重要的事情 在宣布这个事情之前呢 我先给大家讲一个有意思的故事 这是一个关于三个路测 合租一间房子的故事 房租这么便宜呢 房租很便宜 准备通过 你是什么意思 这是我的案子 你在跟谁说话 你不知道自己是什么职位吗 这是我的想法 在场人都可以证明啊 安心 你说啊安心 你说话啊 你的想法 昨天我在公司刚刚被关 不信你也可以去查一查 他最近刚刚被扣了绿帽子 思维呢 有一些混乱 喂 我家小包小包你看见了吗 警察局吗 我想报案 什么 不归你们管 我妈是我 他把孩子带走了 我找不到他们了 有进步 有进步 好 爱玩儿的女人 可以试一试吗 比方万一 好 张老师到底去哪儿了 我去哪儿了 我去哪儿了 他到底藏哪儿了 我全世界都找不着他 他辞职了 为什么 他的创意被朱坚剽窃 我帮他据理力证 他没用 只好一期之下 还是选择辞职 这个死朱坚 我现在就去找他 你惹不起啊 你干嘛呀 你没有证据 再说了 朱坚在这个圈内 是出了名的恶霸 现在其他网站都不敢用直号 所以说 他现在还应该挺惨的 这个王八蛋住进 我现在就灭了他 你干嘛呀 你又发了什么病啊你 你惹不起他 就凭你 你个卖包包的 姑奶奶我藏了这么久 你还真以为我是个卖包包的 老娘他妈家就让你知道 我到底是干嘛的 好 你们先去吧 我马上就到了 你怎么了 是小鹿 他在你的上衣口袋里面放安全套 他用你的名字上网 是他故意陷害我 你胡说什么 他是个孩子 你相信我 他从一开始就讨厌我 他一直想要拆散我们 是我亲眼看的一个男人 趴在你身上 你是说这一切 都是小鹿设计的 我求求你 不要再考验我的智商好吗 我还要开个会 如果你想编故事 你自便吧 你说他说他 大姐 真的对不起 你再给我两天时间 就两天时间 我一定把房租还给你 你以后不交房租了 大姐你什么意思啊 有一个女孩啊 把这整栋楼都买了 她还嘱咐我 以后不收你房租了 可看不出来啊 你还是个吃晚饭的 不过我可告诉你 你以前欠了我那房钱 可咱一个子不少 你得给我 多多 这是你的新的房间 三姐 姐姐 你是不是最喜欢哈喽KD 球 那还有个球 我都想要是什么 那是因为我 coupled 对吧 我没有找到 我来找找回来 想看 那我 我在其他人 我都在家 这些人 我都在家 我已尽了 我就想那么 妈妈 妈妈在这里 妈妈 在这里 妈妈在这里 妈妈 在这里 妈妈妈妈 宝贝 多多 我明天再来接你去玩啊 我不要和你一起出去玩 我要我妈妈 孩子可能是累了 让他好好休息休息吧 把孩子放给我 别说得我跟犯罪一样 我只是带孩子出去玩几天 给你放几天假 我设计稿已经撤下来了 你说我那算话 你把我的孩子还给我 是你自己把事情给搞砸了 我告诉你 就算是闹上法院 我拿出照片 你觉得法官会把孩子判给你 那些照片是有人冤枉我的 我什么都没做 我真的什么都没做 咱们毕竟夫妻一场 我不想闹得太假 如果这次我竞标顺利的话 也许你还会再见到孩子 他走的时候 还不到一岁 当时心里 像被割了块肉一样 那时候我就发誓 有一天我一定要把他接回来 我想方设法地拼命赚钱 就是为了能让他叫我一声 妈妈 我没有什么别的过分的要求 我就是想听他叫我一声妈妈 我知道 我知道 老板 这种女人没什么可留恋的 一开始我就知道她不是什么好人 整天打扮的花质照展的 还出去跟别人男人开 什么 你说什么 我没说 我没说什么 你怎么知道 是小鹿 她在你的上衣口袋里面放安全套 她用你的名字上网 故意陷害我 果真是你 你为什么这么做 她是个贱女人 拆散了我们家 我就是不然好过 不要我妈回来 对不起 我就是不过 我说她不喜欢她们 帮我 你好 我帮我 我今天不过 小璐 快进来 小璐 怎么了 妈 你跟我回去吧 我 这 这是阿斌 你怎么 你怎么刚才就走了 你怎么刚才对的 你怎么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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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蓝 艾瑞克 怎么了 没事吧 他要强责我的孩子 打官司啊 没用的 他现在只想赢得那个竞标 我 我真的没办法了 所以我 我想 能不能 我能不能 我能不能请你推出竞标 对不起 如果是我自己的事情 我一定会帮你 但是这个项目是公司所有人的心血 对不起 我懂 你都知道了 你都知道了 我早说过 你是个坏人 表姐说 佳岚会永远失去她孩子 能不能请你跟我走一趟 喔 吴先生 说吧 贾兰 对不起 那些照片 是我拍的 是丁磊雇佣了我跟踪你 要我制造你出轨的证据 我安排了一个男人勾引你 但是你没有上钩 后来你去了艾瑞克的公司工作 给我创造了机会 她为什么要这么做 有一个富家小姐看上了丁磊 对她的事业会有很大的帮助 其实 她很早就有了离婚的念头 但是因为你太过完美 她找不到任何的理由和借口 于是她就雇佣我 来接近你 你们好 我叫何静婷 我们可以一起团购 杀家到底 好啊 这是我老公丁磊 这是何静婷 何小姐 你好 再来 对不起 我就是一个傻瓜 她在第一次跟我提出离婚的时候 我就应该知道 一切都无法挽回 一切都无法挽回 她是沈亮的女儿 沈亮知道吗 就是那个排名 全球前五十命的富豪 欧总 您大人有大量 关于我 标签您创意的事 我已经想好了 我准备安排一个全球直播的记者会 在现场呢 我揭穿我自己 向您正式地道歉 希望您能够原谅我 对了 还有啊 关于这个记者会的海外直播权 到底是卖给CNN呢 还是新闻集团 这个由您来定夺 谁再敢欺负你 我就揍死他 怎么 你还不开心吗 你以为你这样 我只有原谅你吗 买房子 买公司 你忘记我为什么会那么难过吗 难道 你想我干掉酒吧你难道 爸你 非常喜欢你 但是 你只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 没有生活压力 也不知道人生还可以去追寻什么 我需要的是一个 能够一起陪我体验生活 追寻目标 能够接受这社会上一切不完美的事情 谢谢你的好意 但我不能接受 现代化城市的幼儿园 最重要的 就是安全 我相信在座的各位 小的时候 都有撞到我桌子腿了 我们的设计思路就是 用最新型的材料 打造完美的 舒适的 新型的幼儿园 让那些本来就压力重重的家长们 彻底的没有后顾之用 谢谢大家 下面有请维度建筑事务所进行方案的阐述 我 你还信任我 就用我的方案吧 尔雷克 你没有带 没关系 我们可以用私人远程登录 舒适 我们要求更换材质代表 可以 好 前来 我 前来 我不行 你行的 大家好 因为我平时的工作 是一个专职的家庭主妇 那我这个方案的灵感呢 也是平时陪孩子们搭积木的时候产生的 应该说幼儿园对孩子们来说 是一个游乐场 是一个他们自己用积木搭建出来的世界 而不是成年人 强行给他们建筑的水泥森林 孩子在里面 可以充分地去感知和创造 属于他们自己的世界 只有这样 才是他们每天都愿意待在的幼儿园 就像 进入到一个神奇的兔子洞 是连接梦幻和现实的纽带 我 我说完了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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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自账 前面 因为 你只是一个长大的孩子 没有生活压力 也不知道人生还可以去追寻什么 我需要的是一个 能够一起陪我体验生活 追寻目标 能够接受这社会上一切不完美的事情 现在我宣布 经过片尾门的讨论 最后胜出者 雷杜建筑事务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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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不客气了 太棒了 好 恭喜 太好了 祝贺你们 谢谢 祝贺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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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 我真的不知道你怎么变成这样 但是我知道 孩子必须要和真正爱他们的人在一起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好 谢谢 好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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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来了 跟你汇报工作呀 看来前台这款也是你的菜啊 不小心看到随便拍了几张 张个留念吧 说吧 你要什么 我倒是不想要什么 但是佳岚已经很久没有见过孩子了 再这样下去 我担心美军 也许哪天也会不小心看到这个照片 你好好考虑考虑 滚 喂 韩律师 我想再咨询一下关于孩子抚养权的事情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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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宝 小宝 来让妈妈看看 你想死我了 谁带你们回来的 你也可以 醒醒 我 你 想死我了 我 你 本来我不打算把自己的照片 关在上面 但是我想你会看到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现在我真的成白包包的了 这是我为Marinda 欧兰迪设计的新款 还没有上市 我先偷偷拿出来一款送给你 我并不是想得到你的原谅 只是想跟你道谢 你让我明白了 倘若真的爱一个人 首先要做到一个值得被爱的人 我现在懂了 还记不记得 我们第一次相见就是在这里 等着你跑步撞到了我身上 这次是我抓你 大人记得都死年了 对不起 是我不应该不相信你 小陆虽然年纪小 但她做错了事 我应该负全责 对于你们家来说 我始终都是一个外人 不是 你不是外人 你是老爸的伴侣 是他的支柱 我 梅雨阿姨 对不起 来 戴上 真的 来了 好 我 我 你 我觉得 北军 你怎么来了 带我来这儿干嘛 你不找人新工作吗 听清楚一下 你不聊 蛋糕 叔叔 多多 你怎么在这儿啊 多多 今天你们一起玩好不好 来 拜拜 拜拜 东东的店 我估计 找你 再见妈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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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 恭喜我 这是我们所有人为你准备的 一份礼物 来 我来看一下 好 以后你要天天上班 不能总算一到一桌吧 谢谢大家 对了 这位是我们公司新请来的法律顾问何静婷 这位是佳兰 幸会 幸会 谢谢 应该是谢谢你才对 谢谢 要不要休息一下呢 我们帮他休息室 观众朋友们 我现在是在上海举办的 启航杯国际建筑设计大奖赛的颁奖现场 这次的冠军是我们维度建筑设计事务所的 迦兰议室 谢谢大家 怎么样 还满意吗 很棒啊 那晚上一块吃饭吧 可是我要接孩子们放学 没关系 那算了吧 如果我带他们一起 你介意吗 他们最喜欢吃什么 蛋糕来了 快 刚刚做好的 看 瞧瞧瞧瞧 漂亮了 多多 这我们家静亭座 您放心地吃啊 好 好 好 吃了 他们四个都在这儿了 下一步计划是什么 我叫莎莎 是航空公司的一名空中乘务员 也就是俗称的空姐 你现在看到的就是我首飞当天的情景 美丽优雅 举止端庄 笑容甜美 落落大方 堪称一个完美空姐的标准典范 当然 你可能误会了 这个不是我 这是我的同乌 假斯文 这个才是我 你能想象吗 这是我的第一次飞行 没事 小事 这都不叫事 这都不叫事 好吧 想想想想 你们肯定听说过蝴蝶效应 我常常就是蝴蝶效应的制造者 有时候我都怀疑 我就是蝴蝶的化身 你不要 干嘛呢 我 rapport 离开 parti 我 我 我 是谁呀 请刷刷立即到18号的机构 飞机马上就要请退路 十八号在哪儿 这没有十八号 你连登机口都找不到 走到的算是长远 我没有空灵器 千万别拉上我 我要叫空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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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北京直深圳的FC2121次航班 飞行距离是2070级公里 飞行时间是三个小时 途径北京 实际中央车口寒淡 检查负责区域内的应急设备 服务设备 机构品 安全演示用品 我想你可能又误会了 我要讲的 其实不是首飞当天 而是首飞前夜的故事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 当你第二天 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时 出于紧张或者兴奋 你没法熟睡 也不算失眠 而是整个夜晚 不断的一次次从梦中惊醒 我的这一夜梦境尤为神奇 过去选拔和培训的经历 在噩梦中重现 而且梦中还有了预见未来的能力 甚至梦到了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 噩梦和美梦交织 过去和未来奇妙的交汇在一起 时隔多年 我回忆起首飞前的那个夜晚 仍然觉得 那是我人生当中最奇妙 最不可思议的一夜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八百四十七号 雪冰 四十五号 李平 一百一十号 李雪 这是我的魔鬼女教官 白晶晶 她对每个想当空姐的女生来说 绝对是个噩梦 有疤痕 腿太烦 超胖 超手 超高 欢迎参加星光航空公司的空姐选拔 你们昨天通过的只是最简单的初步的面试 而今天才是真正意义的考试 我相信你们都怀揣着冲上云霄的梦想 所以今天站在这里 判询结果怎么样 我相信大家都怀揣着冲上云霄的梦想 但是我要非常遗憾地告诉你们 能实现这个梦想的只有少数几个 因为空姐的选拔非常严格 我们是名副其实的 百里挑一 103从你开始 每人用十秒钟介绍一下自己 我叫贾斯文 二十一岁 来自山东 特长是舞蹈 我叫李金银 来自北京 二十一岁 特长是钢琴 我叫莎莎 姓莎叫莎 不是草头头的莎 时间到了下一个 我叫陆薇薇 老师我还没说完 我会唱歌 我还会 时间到了下一个 我叫陆薇薇 来自哈尔滨 今年二十一岁 我的特长是美术 我叫李静芳 二十一岁 来自山东 我的特长是游泳 我叫李吧 三十千 我 哦哦哦哦哦哦 And it's so good I see you They got it, they got it Yeah And it's so good I can't go 116号合格 暈吗 真不暈 下一个 呕吐体质可不适合当空间 谁有吐体质啊 你啊 我当然不是了 希望咱俩都能顺利通过医室 我建议你把脖子洗一下再出去 莎莎 你通过医室了 你呢 我当然通过了 你没看到吗 我是这里最优秀的 他们不选我选谁啊 莎莎 下面测试是综合测试 咱俩一个屋 二试通过才能参加培训 你要是能顺利通过的话 我们还可以在一起 对对对 这次招秤 一共三千人报名 最终十六个人 通过了面试一试 和综合二试 你们以为自己已经是一名正式空姐了吗 不 当然不是 欢迎大家参加为期三个月的魔鬼训练 你们 从现在起 你们每个人身上有二十分 分数扣完 立刻淘汰 没有淘汰 没有淘汰 我通过了 明天就要收费了 我一定行 一定行 假设 你现在已经是一名乘务员 此刻飞机里的通道被前面的旅客挡住 你该怎么办 莎莎 我会礼貌地请那位堵住通道的旅客让一下 前面你给先生帮他让一下 别把道堵死了 我一定会儿子 我会礼貌地请那位堵住通道 我会礼貌 你去哪儿 我会礼貌 你去哪儿 我会礼貌 我礼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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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礼貌 我礼貌 你礼貌 我礼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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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告诉你们乘务员的第一条原则 旅客永远是对的 旅客永远是上帝 这都不是事啊 放心吧 你直接找丁总就行了 好吧 合同都已经给你准备 准备好了啊 那 那个什么我马上就要飞了 我下飞机就打给你啊 林先生 请问您需不需要喝点什么 不需要 来杯水 小姐 麻烦给我来杯水 超等先生 马上给您拿 走 来杯咖啡 你没看见我已经喝了吗 小姐 给我来杯咖啡吧 超等先生 马上给您拿 走 那您要不要来点咖啡酒 你稍等 他马上就去给您拿 我现在什么都不想喝 那您要不要吃点什么 不需要 还林子大 心眼小吧你 不吃不喝 我看你就是想投诉 一旦与旅客发生摩擦 一定要在第一时间内化解 您终于想要喝点什么了吗 我用一下洗手间 可以 这边请 您需要吃点什么吗 在这儿吗 我说您出来之后 想要吃点或者喝点什么吗 这是你们这儿的新规定吗 这是你们这儿的新规定吗 必须得吃点什么喝点什么是吧 过来杯红酒吧 天外干活可以吗 可以可以 10个酒店 魅力 这瓶器 可不宜 我来更 Mul 你就做这 你们讨厌 1500分钟 打开 打开 3500分钟 3500分钟 4500分钟 5500分钟 你怎么回事 都是我 看看 走吧 刚才什么东西啊 飞机没事吧 没事啊 可能就是撞了个鸟 撞了个鸟 这么高撞什么鸟 神雕啊 天刚热鸟飞嘛 你确定 没事 你要的红酒 我倒不开 你 我弟妈呀 你是空姐吗 就这么点事给你弄成这样 来来来 我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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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你拿住了啊 你往外拔的时候 你得拧着点知道吗 你得拧 拧 对了 使劲拧 拧 往外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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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劲 使劲 白 这不就出来了吗 这都不叫事 啊 啊 你还要吃点什么吗 你这儿还有什么吃的啊 牛角包 你是说你搅上这个吗 啊 当然不是 谢谢了 我还是不吃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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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慢走 请您从前面基本上 感谢您选择新冠好丰富的航班 下次您请您担罪 请您从前面基本上 感谢您选择新冠好丰富的航班 你好重口啊 钻石码 你 把手机号给我 先生 我们还是到这边来说吧 您没必要非投诉吧 我没说要投诉你啊 不投诉啊 那你要手机号干嘛呀 我一般非国际 杀杀 我能找到你 林子大 林子大是谁啊 哪来的林子大呀 莫名其妙 明天收飞 赶紧睡觉 一只鸟 两只鸟 三只鸟 四只鸟 五只鸟 飞机起飞 或降落时 如果遭遇颠簸 等特殊情况 你没能来得及回到座位上 该怎么办呢 莎莎 莎莎 这边 到 贾斯文 重复一次我的问题 飞机起飞或降落时 如果遭遇颠簸 你该怎么办 赶紧地往里走走 里面空着呢 都给我站稳扶好了 这鸟 站稳 扶好 你的智商根本不在服务区 坐下 莎莎 吟 溟 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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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一个杯子 什么 给我一杯水 他跟我又一杯子 不丢花吃了 别胡思乱想了 人家是已婚 我已经了解过了 他结婚了 水呢 你回来 谢谢 飞机起飞的速度 一般在一百三十节 到一百五十节之间 你只会有多远滚多远 轻则 受伤骨折 重则 内脏破裂 我再说最后一遍 如果飞机遇上颠簸等特殊情况 你没能来得及回到座位上 一定要就近 固定住自己 我爱我的猪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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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温 要尸一条主要尸一条天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喜欢已婚男人哪 胡思乱想 全是胡思乱想 喂 哪位 四月一号我坐你飞机去深圳 你记得我了吧 他记得我当时跟你说我能找着你吗 在北京有我这么一个大哥 你绝对不会吃亏 这都什么情况 您好 请问是莎莎小姐吗 我们公司林总让我接您去餐厅 林总是谁啊 我们林总让我来接您 不用不用 我们有机组车 好 再见 嗨 是您啊 我们真有机组车 一个好女孩儿绝对不会轻易接受第一次邀请 你看 我都想到了 但是我现在是第二次请你 你不会再拒绝了吧 行 但是 我得先回公司 然后回宿舍换衣服 再然后才能跟你去餐厅 这都不是事 上车 放心吧 我不是坏人 我还认识你们韩总 你电话就是他给我的 你不一定可以打电话问问他 我帮你打 不用不用不用 我这人特别处领导 别再给领导添麻烦了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我前段时间不是做了你的航班吗 你对我的服务那么热情高到 我见人就说 我说我认识一空雨 又特别有意思 可爱 真蠢 我那是觉得 一上来就得罪你了 老怕你投诉我 你看 你就误会了吧 谁误会啊 哎 吃过个法式大餐吗 我们空姐 都是受过西餐礼仪培训的 见过师妹 你们空姐 都是受过西餐礼仪培训的 见过师妹 这儿的主厨啊 是我徒弟 深得我真传啊 你是厨子呀 不信问我爸去呀 我当年学厨子可全是因为他 你爸也是厨子 我爸人家可是正了八景的教授 小时候老奏 哥当年是一头披肩长发 反正就是那个 撒 有天早上我起来一看 你猜怎么着 头发没了 教授居然趁我睡着的时候 把我头发给我剪了 给我气的 后来哥考大学 没考上 哥做了一个大学录取通知书 见谁都说 考上了 哥要面啊 结果教授 又很淡定 写了几个大字 我儿子 没考上大学 还拉一横幅给挂院里面去了 给我扫子 别急了 我当时就离家戳走了 我当时就想在外边 怎么能吃饱肚子 哎 当厨子呀 饿着谁也饿不着厨子 是不是 林子 啊 林子 啊 林子大老人 什么鸟都有 后来我到了餐厅 那厨师长啊老欺负 有一个情景剧 就是用的我的故事 这活干的可不怎么样 这活干的那就是 够操作熄的糊涂 啊 满地都是土豆瓶 啊 这就一拆好好的 撒瓜豆 我看看 你这土豆 三点四个元啊 啥干的活啊 说你看 挑还是丝还是缝啊 就你这么样的厨师 都是傻屁 吃货 存本傻屁 你是傻屁 好 收不收收不收 客气不敢啊 客气客气 客气 您知道 你小猪仔子 你认为是中生文术 我说你 你想要 小猪仔子还给我急了呢 急什么急 跟师傅有什么可急的 干嘛 你干嘛 跟我鸡起来 你要干嘛 你敢打我 你这是要趋势灭祖 趋势灭祖 喂 在哪儿呢 我在飞机上呢 这停场一小会儿 马上就飞了 飞哪儿啊 那个 乌鲁木齐 我这儿上课了啊 先挂了 怎么不欢迎我登机啊 你怎么找这儿来了 我就不能也飞乌鲁木齐吗 双人宿舍 星级标准啊 行啊 你们这航空公司 待一个可以吗 那个 我真没别的意思啊 我的确连飞好几天了 我今天早上才回来 特别累 这你不能投诉我吧 那得看你表现了 好 请问你想吃点 或者喝点什么吗 你这儿有什么吃的喝的呀 冰箱里 随便拿 这冰箱还挺整齐嘛 上面是我同屋的 下面是我的 有个性啊 走吧 我请你去吃好吃的 你知道什么叫鱼香肉丝吗 那必须得用四川的泡椒 再找条活鲸鱼包在一块 放到毯子里温圆拿瓶 这泡椒才有鱼味 跟肉丝炒在一块 那才叫地道的鱼香肉丝 懂吗 我飞过四川 吃过鱼香肉丝 我也是走南闯北的 见过世美 见过世美 十几万一顿的菜 你吃过吗 你吃金子 吃什么不关键 关键是场面啊 我告诉你 吃饭的就四个人 陪吃都有十好几个 漂亮的服务员 全在这儿排着对战场 什么老板老总 全出来了 白个儿给你敬酒啊 他就怕你待会儿不买单 我尝牛逼死我了 你也就是北京抢礼德馆的手点 我飞西安 机场旁边有一家航安凉瓶 那时候夹木和凉瓶特正宗 成都机场附近的凉拌菜 银川机场 炸小黄鱼 乌鲁木齐机场的拉条子 还有沈阳机场附近的烤鸡架 都特别特别好吃 我吃过太多好吃的了 你绝对是我见过最能吃的姑娘 你看我这儿吃香 就让你给看见 我就喜欢你这样 我总觉得 咱俩一聊吃的 就特别投机 这得算是 吃阴了吧 俩吃货吃什么阴啊 就是酒肉朋友 咱就不能有点别的关系 不能 别再多免他 只能是酒肉朋友 反正除了吃喝 我看你也不会别的 别说我不会别的呀 你知道什么叫身怀绝技 深藏不漏吗 都不知能有 我去 这都是什么香花 别承心 你这做好了别乱 fate 只能笑 快点 快点 Denis 机舱 是相对狭小封闭的空间 长时间的飞行 飞机发动机的声音 和持续不断的颠簸 都会使我们的情绪产生影响 如果处理不当 甚至会引发集体性情绪焦虑 你去年买的表吧 你看你买的表 先生 别吵了 你去年买的表 是什么面子 消消气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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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傻你啊 你看不到他跟我吵的 你是不是傻你啊 你这穿西装 你还穿西装 你看 西装子 你看 西装子 你看 西装子 这面拍 贾天真面拍 别吵了 先生 本来也没多大事 你消消气 不是 你这的了 你也觉得小了 你们看太空外套 谁跟你吵了 你这个气不消 先生 别吵了 让谁去 让谁去笑 你还想打仗了 你求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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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向 你求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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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两个都求向 把事 想做 你求向 这么多 你求向 可以 之所以发生这样的问题 完全归咎于我的思想觉悟不高 对于服务之上的理念认识不足 没有认识到 满意服务高于一切的重要性 错误性质是严重的 我是从局里赶过来的 局党委开会决定 对这次投诉事件 一定要严肃处理 因意为谨 你们这些年轻的成员 我知道你们大多数都是独生子女 从小在家里娇生惯养的 不要把家里的那些脾气 由在自己的性子带的工作中来 不要跟我讲什么经过 机会有什么意义啊 空点的形象和服务之外 直接关系的解释不能够生存 作为一名空畅人员 工作和生活当中 要多多培养自己温柔的耐力 细心的耐力 热情的耐力 要周到 现在社会适者生存 一定要增强自己适应社会的能力 你要记住 乘客的投诉 是航空服务人员最大的耻辱 我们航空公司的应性非应生 只要被乘客投诉 无论对送 也得平非 平心 刘思茶 刘思茶 我在今后的工作中 一定努力提高服务水平 了解旅客心理 满足旅客提出的要求 热爱旅客 让旅客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争取 成为一名合格的乘务员 我一定会做到 且非且珍惜 我这检讨还不够生活 我认识的字基本都用上了 查字连也写不出花来了 我都写了二十多份了 真没话可说 你还可以说说你撒谎的事啊 说说你特别能吃 一见着吃的就没完没了 对了 你可以说说咱们俩头一回见面 你那鞋跟上插着一个 牛角包的事啊 你别闹了 是吗 欧阳这回多养啊 真谈上事 谈上什么事 就你那点事 我告诉你啊 天空飘过五个字 那都不叫事 懂吗 你别闹了 你知道我多不容易登上空階的 从小我就学习不好 人家都考双版 我能及格就不错 什么班干部啊三好学长 我什么都没有 小学术队我最后一批 你终于入团我到现在还没入上 嗯 我也没入 从小到大 我什么事都做不好 最容易丢的就是脸 你觉得我二 哦耶 我告诉你个秘密吧 二 真的 我很小的时候就发现 你没那么聪明 没那么优秀 那你也别那么较真 二起来 日子就好过多了 你想不明白的是 嗯 将来不过去的时候 你就半三二 就都过去了 二特别好 我就喜欢你这二劲儿 你去去去去去去去 看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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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嘿 你慢点 什么叫大 你慢慢有钱你根本理解不得 嗯 理解 理解 你知道我带着空姐之后多高兴吗 我在天上上吧 我最高 别别别别别别 还有宇航员哪啊 宇航员比你高 知道吗 来 你知道我怎么想去考空姐的吗 你慢点慢点 有一天啊 我就 走在这大街上 然后我一眼就看见那招生广告 我 当时我脑袋里就两个 美丽 然后我就去报考 当时我以为 空姐啊 就是每天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拉个小箱子啊 飞来飞去 到处免费旅游 多爽啊 可我实际当上之后呢 怎么着 我发现并不是那么回事 为什么呀 每天我就是扛大包刷厕所 扛大包刷厕所我 关键我还憋屈 人家跟你不讲理啊 你还得给人陪笑点 反正李永远是你们这种人的 错愿是我的 你说 我检讨到什么时候这个头啊 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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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那怂样 看我 不写了 写他们什么检查啊 以后你就是有钱人的老婆 知道吗 写他们检查 不干了 写了 写了 五点半了 你没上到表 我以为你上呢 我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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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让我先啊 都怪你没上闹钟 你为什么不上 你不是说你上吗 哎哎哎哎uni,嚇我屁股啦 快快快快 甲司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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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行机组是纪律部队 按照规定 超过一分钟视为迟到 五分钟以上为能按规定参加行前准备 视为物机 因个人原因 晚于旅客登机的 视为重大差错 如果七點的航班起飛 現在已經七點二十了 你自己算一算 你 是遲到 是物機 還是重道查錯 胡教官 今天是我的錯 我望山道中了 好 扣你三分 所有人陪著你一起 發揚二十圈 你 母機組的車都已經到了 你人呢 還有一個小時就要出飛了 母機你就死定了 沒事沒事 你還沒走啊 趕緊送我去地場 我知道了 遲到了 怎麼辦怎麼辦 去哪兒 地場 我知道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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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這裡是八卦好無聊甜甜甜地聊 剛剛鏡頭前走過的就是我們著名的英心佑莉 劈腿事件已經過去了將近一個多月 那麼這次歸來他又將帶來一個怎樣的勁爆消息呢 來來來來 劉莉先生您來說說您來說 來來來來 我們要解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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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種特殊旅客 也就是所謂的明星 我們並不要給明星提供不一樣的服務 但是對明星假裝不認識也是很不禮貌的 如果你們想要索取簽名 一定要記住不要打擾人家 劉莉 我真是太喜歡你了 我喜歡你身上的每一個細節 可以要個簽名嗎 可以 可以 鼻子 我叫沙沙 不是傻子的傻 是 沙子的沙 我知道了 好 好 傻傻的活著 就是最大的幸福 太深刻了 我該改名了 看 大明星 他還給我簽名了呢 老了有電話了 你要人電話幹什麼呀 萬一他要帶我進女士圈呢 那我絕對實力拍呀 也是啊 你說他結婚了嗎 早離了 你不知道 他離婚了 都離多少回了 你這樣還人粉絲呢 怎麼會這樣啊 離婚有什麼可大驚小怪的呀 誰沒離過婚呀 我也離過 你也離過 離過 不過就一次啊 怎麼辦 你介意啊 我不介意 我壓根就沒打算跟你深交 就是我朋友你忘了 你看 我覺得 能有點不對勁 你是有點不對勁 一經一陣 反應這麼大 我要去醫院 去醫院 不至於吧你 怎麼不至於 我快不行了 那你得去火葬廠啊 我說我發燒了 你離我遠點 化驗結果還沒出來呢 前兩天剛從疫區飛回來 說不定真染上艾波拉了 內能死人 沒事 你哪那麼倒霉呀 把倒霉事都傳上給我 我運氣好 我幫你擔着 大不了一塊兒死唄 誰叫莎莎 胃腸性感冒 回去吃點藥 飲食也要清淡一些 別再亂吃東西了 她開兩輛車來接你 帶你兜風吃法國大餐 可她也沒告你她離過婚啊 你喝多了 她給你送回家 她能在車上等一宿 也沒告你她離過婚啊 可她離過婚就是不靠譜啊 不靠譜 不靠譜 月曉也不靠譜 女士們先生們 最近已經降落在青島國際機場 外面溫度28攝氏度 感謝您選擇 星光國際航空公司 下次旅途再見 是否我沒有 她們有一個人 女士們有一個人 女士們有一個人 她們不靠譜 她們不靠譜 她們說到她們 女士們就很悠閒 她們不靠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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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人什么情况啊 怎么回家探亲也不跟我说一声啊 谁跟你说我回家探亲了 你刚才不是说你回家了吗 我那是家乡的家 不是我家的家 我是飞航班过来的 就停场一小时 那你爸妈没到机场看看你啊 来不及 往返后继过安检 最多连十分钟都说不上 火车弄他们干吗呀 也是啊 你今天晚上回不回北京啊 我请你吃饭啊 我告诉你啊 我又发现了一个特别好吃的地方 青岛海鲜 绝对让你吃出你们家乡的味道 怎么样 不去了 没什么胃口 不会吧 这可不像你啊 还有你没胃口的时候 最近公司太忙了 一直连飞 特别累 我都一年多没回过家了 也休不了个探亲家 这样吧 你今天晚上到北京赶紧回宿舍 我给你准备了一份礼物 你好 我是飞行部莎莎 我腿摔断了 想请便驾停飞 我从小就在海边长大 一看见海就觉得到家了 怎么看都看不够 不用上班吹着海风 还能喝着香菱 这感觉跟我小时候逃学似的 我小时候啊 我爸对我特别严 但是我妈妈特别惯了 可惜啊她走得早 我妈去世那会儿 我才八岁 我记得特别清楚 那天特别闷特别热 这天上有雨啊 就是下不下来 我们家也没电扇 我妈呢就躺在我旁边 搂着我 一直给我扇扇子 跟我聊着天 我妈说啊 儿子 等你长大娶了媳妇 生了孩子 妈就帮你带着 就跟带你这么带着 说着说着她就说不动了 我还以为她睡着了呢 等我第二天早上起来 我妈脸上还笑着 后来是邻居告诉我 说我妈啊 已经走了几个小时了 她有心脏病 等于是抱着我睡觉的时候 心梗 等了 我妈呀 性格特别好 特别乐观 跟你一样 也是山东人 所以我一见着你啊 我就觉得特别亲 我离婚的事吧 我一直想跟你说说 那时候啊 我算是少年得志吧 搞工程 我告诉你 我最多一天 挣一百多万 有钱 烧得我 天天就穷得了 那时候什么都敢投 结合一夜之间我就傻逼了 我是赔的一个子不胜不说吧 还欠了一屁股债 我媳妇 就是那时候跟我离的 当时就是 还年轻 觉得什么东西 自己都能攥在手心里面 哎 就没想过 万一要是攥不住了 该怎么着 我三岁的时候我爸妈离的婚 后来他们又都再婚 又都有了自己的孩子 谁都不愿意要我 我在哪个家都是多余的 我从小在老爷家长大 后来我把全家搬到了上海 一年也见不着几次 再后来我妈又全家出国 几年也见不着一次 我感觉他俩就好像在比赛似的 比赛着 看谁能离我更远点 我也不是恨谁 他们都有自己的生活 我懂 我也不是抱怨什么 但有的时候 就是忍不住会去想 如果 我也有一个完整的家就好了 我不能接受离婚 离过婚的 最好都离我远远的 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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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什么时候来接你啊 不用了 你先回北京吧 我什么时候来接你啊 好多事我还没想好 好多事我还没想好 谢谢你送我回来 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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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我们的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 请您关一下手机 这不还没飞机 这不还没飞呢吗 招什么急 你要是能早点关机 咱们就能早点起飞 别小提大作了 我经常忘关机 根本就没事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为了您和其他旅客的生命安全 请您关掉手机 等会儿 再重要的游戏 也没有安全重要 等会儿 为了您和其他旅客的安全 请您关掉手机 不不不不不 快点滚去 滚 嗯 莎莎 抽两分 都是因为你 变得更远 嗯 嗯 是的 小姐来杯水 好的请稍等 小姐来个血饼 好的请稍等 小姐来个血饼 小姐过来一杯咖啡 好的请稍等 小姐我要可乐 好的请稍等 小姐来杯红酒 好的请稍等 小姐来杯红酒 好的请稍等 好的请稍等 姐姐姐 我要一个冰淇淋 好的 请稍等 小姐 快点 先生女士们 请稍等 好的 女士 先生们 欢迎成章中 希望能够死亡 此讨论中 将写同群体重 为你提供 即使 重大 你叉叉 让你关机 你不关机 你叉叉 让你系安全带 你不系 你叉叉 教你学用养型面罩 你不学 你叉叉 让你调出座位靠背 你飞布条 让你拉开枝光板 你不拉 让你开行李架 你飞开 飞机正在起飞 你飞站起来 飞机马上降落 你飞上厕所 我要对你永远抱一微笑 因为你是我们的少年 孤可呀呀呀 少年呀 要尊重别人的工作 坐我的飞机就要听我的话 安全检查都是为了你好 不要以为自己什么都懂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你一辈子也读不了万卷书 解一天就能行万里路 不要以为自己什么都懂 安全检查都是为了你好 我的地盘就要听我的 安全检查都是为了你好 坐我的飞机就要听我的话 坐我的飞机就要听我的话 放心 我从飞机上把你丢下去 先生 请您关闭一下手机 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 先生 有人跟您同行吗 您带药了吗 您能听让我说话吗 请大家坐会员位 系好安全带 谢谢大家的配合 谢谢 四弟的客人需要急救 贾斯文通知机长 看有没有备价可能 好 准备集酒校 让七亭 我去拿 请大家坐会员位 系好安全带 谢谢配合 贾斯文 你不舒服吗 没有啊 白教官 太阳没有卖搏了 你听筒放反了 莎莎 你还有三分 就会被立刻淘汰 贾斯文通知机长 你会被立刻淘汰 贾斯文通知机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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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重来 黄金抢救时间只有五分钟 机会 只有一次 二一 二二 二三 二四 二五 二六 二七 二八 二九 三十 黄贝 准备 七 八 七 十 十 准备 六 七 八 七 十 十一 准备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二 十 准备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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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我来 二 一 二四 二五 二六 二七 二八 二七 三十 准备 黄贝 一 二 三 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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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三 四 三 second 二十 九 四 四 四 二十 二十 五 三 二十 iPod 三 有脉不 cuatro 我 专务长 我 从现在开始 你不再是实习生了 你已经是一名正式乘务员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不再是实习生了 失恋了 什么 失恋就失恋呗 有什么不能说的呀 谁告诉你我失恋了 我还没练呢 反而在失啊 还不够明显 特别明显 只有那么个人 什么样啊 他高吗 不算特别高 有钱吗 应该不穷 帅吗 反正不丑 那就是 不矮 不穷 不丑 你这也太含糊了 我告诉你 硬件条件可马虎不得 说具体点 他吧 一副大老板的样 穿的都是名牌 一开始觉得 他特土豪 爱张扬 到哪儿还都带着马仔 但是 他也能到了你宿舍 把墨镜一摘 外套一脱 怕他就给你擦地 他当过厨子 刚开始我还看不上他 可后来发现 他喜欢做菜 他给你做菜的时候 样子还挺帅 其实 他人挺善良的 他这人好面子 讲排场 有时候给人感觉 挺不靠谱的 他总说 什么都不是事 但其实 在他心里 一刻也没有忘记过 他去世的妈妈 你是患难的兄弟 别动 警察咱们 你最放胸 你最放胸 你雨中的花折伞 有人给你打 你爱吃的那三鲜馅儿 有人他为你抱 你委屈你泪花 有人为你打 这个人就是鸟 这个人就是马 这个人给了我生命 给我一个家 不管你在何方 不管你在干啥 到什么时候你都不能忘 咱地吗 他这人很真诚 你简单 他会比你更简单 他永远只说自己好的那一面 为难的事从来都不提 有他在 就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 我承认我有点喜欢他 但是有一件事是个坎我放不下 他离过婚 离过婚怎么了 从小我父母就离婚了 所以我不想找个离过婚的 结婚肯定不踏实 你这都什么想法啊 你父母离婚之前肯定先结过婚吧 照你这逻辑 你一辈子不结婚不就什么都踏实了 你不明白 我不明白 你离过婚还是我离过婚我不明白 你也离过呀 真年轻的时候没遇到过几个人渣 婚姻就像航班 是一段注定要颠簸的旅程 只不过颠簸的程度不同而已 有经验的 遇到危险了还有机会紧急迫降 没经验的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机会人亡 没经验的 非常注意 请大家提前送我准备 莎莎 莎莎 醒醒 客人要登机了 警示门 先生们 欢迎您乘坐中国星光航空公司 您好 欢迎登机 这么巧 是啊 真巧 你好 你去哪儿啊 我飞北京啊 你们呢 我们也飞北京 飞北京的旁边 你肯定去北京 您好 欢迎登机 她怎么又来了 她怎么又来了 现在我飞哪儿她飞哪儿 但是我还没答应她 真希望有人能对我这么好 你们家林子大今天不是也跟上飞机了吗 纯属偶然 我们俩根本没戏 我们俩根本没戏 你妹妹 就 那么说大 你们俩就 怎么弄啊 这你就不用管了 我知道就行了 我是怕你被压了 女士们 先生们 欢迎您乘坐中国星光航空公司航班 需要入餐的一刻 请您在小周打腕下 现在帮助可前迈 请您尽快确认安全带是否记号 你不要去我 你不要去我 这边 咋不去啊 你不要说了 你不要拆脚 你不要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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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交电了 我来交电了 你不要去我 你不要去我 我来我来交电了 我来交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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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我去的卧币 杀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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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想要什么 什么都行啊 要不给我来杯水吧 就一杯水 就要一杯水 你终于先好药什么了吗 一杯水啊 谢谢啊 我不是问你想吃什么喝什么 我是问你到底想要什么 现在我告诉你 我想要什么吧 首先 我喜欢你 我想跟你在一起 我想 天天都能看见你 天天都能抱着你 其实今天你一上飞机我 我特别特别高兴 我不在乎你离过婚 只要你能永远的配在我身边 过去的 我不纠结 将来的 我不害怕 反正我就是想要一个稳定的家 你能给我吗 莎莎 拔起床了 今天可是首飞 不能迟到 你好 欢迎来的 ICR1212 我已经是分明的配线 基隆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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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武汉老弟 时间到了 该出发了 Let's do it 莎莎 忘了行李了 Let's not行 二号乘务员 说一下本次航班的航班号和航线资料 今天执行的是由北京飞往深圳的SR2121次航班 北京至深圳的飞行距离是2077公里 三号位职责是 配合四号乘务员完成前舱工作 包括厨房 卫生间 负责引导旅客入座 照顾特殊旅客 负责L2纯滑梯操作 管理机制 莎莎 马上就要上课了 再实际操作一下舱门 注意要理 打开舱门应解除滑梯浴位 滑梯放在非代名位 滑梯在解除预备状态 舱门外廊桥也对接好 我即将开启L1门 请乘务长帮忙确认 是否可以开门 请开舱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忽然懂得了一个道理 只有当你成熟了 成长了 真正准备好了的时候 你才能发现 生命中 那些属于你的惊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成长 有时候就在一夜之间 首飞前夜的奇幻梦境刚刚醒来 梦里的男人 竟然就真的出现在我眼前 这一刻 什么是真实 什么是梦境 已经不重要了